今天连线咱群里边一个好哥们于雷 之前回答听我问题里边提了一嘴 他是做医美行业的 当时我说 各位如果对这玩意感兴趣 咱们可以来个连线 但是我估计可能没有多少人感兴趣 因为咱们听说都是男的嘛 对吧 但没想到啊 这说完以后老多给我留言的了 得有好几十 一部分是挺有感兴趣 想做这行业 因为现在干啥的不景气吗 这行比较暴力 可能认为挣的稍微多一点 第二方面是挺有的 媳妇对象啊 想整形 玻尿酸呢 无人水光啊 这晚上问适不适合 怎么整的话效果能好一些 然后呢 钱稍微少花一点 是吧 分这个皮肤啊 注射呀 包含那个龙鼻啊 龙胸啊 各方面啊 一些私密部位吧 然后咱们就跟这哥们聊一聊啊 轻轻奉献一下 先给各位打个招呼吧 于雷 我是叫于雷 然后是石家庄的 也是咱们老听友 非常有缘吧 也很高兴 能跟大家讲一讲 我工作相关的一些东西 希望能对 大家的这个生活呀 或者说 有 有那些听友 想从事 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工作 希望能有一些帮助 然后 最后 然后就是 我跟车哥 就是我们简单列了一个提纲 然后就是 咱可以先按照这个提纲来 然后 也可以就是说 车哥 您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车友 这个 听友之间 有什么问题 咱们就是 任何问答的形式 也都可以 好 行 那你就咱按提纲来吧 先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什么是医美 它都包含啥项目 你看 其实我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可能大家对这个行业的印象 就是我们经常听一些整容 前几年去韩国 或者去国外 经常有一些新闻 整的就是出事了 或者是甚至死亡了 就是说 可能这个没有听说过一美的 或者是整形行业的 我们先感受到的是 它的封面的东西 可能会多一些 其实这个行业 范畴很大 就是 主要分为两大类吧 就是我们 我先拿这个 这个整个行业的 这个所做的这个项目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举例 就是说 从类别上 可以分为手术类 和非手术类 就是像我们经常 讲的这个整形 其实 因为在整形医院 分为这个手术科 和非手术科 这个整形科 我们这个理解的 就是手术类 然后还有一些 注射类的 就是非手术类的 或者是皮肤的 还有其他的 像我们 泛指的这些 纹身 或者是说这个 直发纹眉 其实这个都是 广泛意义上的 这个 都算是一美的范畴 然后 先说 整形啊 可能就包含 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 有眼部整形 有这个 你像 这个 其实最常见的 就是 拿个刷眼皮 然后开个眼角 这个 其实 其实就算 眼部整形 然后就是 鼻部整形 这个 龙鼻啦 或者是这个 这个 鼻部的 有的那种 塌陷的 然后 我们给它弄 弄的相对 矫正的 还有就是 两个鼻孔 不是一边大的 我们给它弄的 一边大了 然后还有就是 这种 我们给它做成 因为 有的 有的人吧 就是他喜欢 那种欧美范的 我们可以 也给它做成 这个 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给它做成 这个 本来是 扁趴吧 或者说我们叫这种 朝天笔 就是 笔孔比较朝外的 我们可以 通过手术的手段 给它做成 阴沟笔 就是像 刘德华那种 那种 那种事的 这个是可以办到的 还有就是 胸部的 胸部的 风胸啊 然后这个 乳房矫正啊 这个 还有就是 这个 乳头啊 乳韵啊 我们这个 做一些大小的修正 还有就是 膝脂 然后就是 面部的 面部的 这个 瘦脸啊 或者是 拉皮啊 这些都算 这是整个 手术类 然后 非手术类就是 其实最大的一类 就是皮肤 我们所说的 泛指 就是不破皮的 我们用 激光 或者是 这种 射频 射频就是 说白了 就是用这种 热量 还是 还有用这种 超声波呀 还有就是 用这种 这个 就刚才您提到了 这个水光针 用这个项目 然后 水光针 这个手段 然后这算皮肤的 再进一步 就是这种 注射的 它算破皮 只不过是 它相当于是 微创 有的医院里 给这个注射科 叫微创科 就是打一些 玻尿酸辣 打一些肉毒素 这个 美白针 美白针 龙脂针 还有这个面部的 脂肪填充啊 就是从你的 大腿啊 或者肚子 屁股上 提取出来的 这个脂肪 细胞 填到脸上 然后这个都算 注射来的 然后就是说 其他的 你像文美啦 身体 护理啦 瘦身啦 然后这个 直发啦 这个 大概就这些吧 这就是 整个行业所 我们 平常人吧 然后所能 接触到的一些项目 或者说 所能想到的项目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项目 然后我们到后边 后边再说 那咱们如果 如果选择这个项目呢 有的一些 正规医院能做 你像那个 公立医院能做 有一些这个 小渠道 电源杆贴的 是吧 一真零 是吧 这个东西 这是怎么 你说说这个分类吧 医院 这个医院大的 分类吧 就是分两种 一个是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 它里边叫 整形外科 或者是叫 整形美容科 然后一般 就是一个 因为这个东西吧 它属于 一般性的需求 一般在公立医院 这种科室 都不是什么 太受重视的科室 除非那些 我们在 国内就两家 比较大的 一个是 北京的 叫香山八大处 整形医院的 这算 这个业界的标杆 还有一个 成都的 成都的一个 好像也是叫八大处 因为成都 是中国的 医美之都 然后这是 一大一大类 公立医院 然后其他的 就是私立医院 私立医院 就是 分也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 这个 渠道医院 一类叫 这个 直科医院 什么叫 渠道医院呢 特哥上次 不是您提到了一个 您有一段时间 然后去 去你们 长城某一个医院 工作了一段时间 去和 美容院 或者是 这种 接触客人的 这种 去和他们聊 然后他们输送客人 然后给他们分成 这种叫 渠道医院 还有一部分 就是 直科医院 就是我们直接 可以进去的 然后 这是两大类 那么我建议 其实就是 我们还是去这种 比较大型的 私立医院 公立医院 不建议 为什么 为什么公立医院 不建议呢 虽然 他这个 也是公立的 就是说 他这个 各方面 会比较有保障一些 但是 公立医院的医生 他每年 他 这个 接触患者的量 都是很少的 他的医生的 这个 技术水平 和这个 和这个啥 和这个 经验 包含 和顾客的这种 沟通啊 铺垫啊 都会差很多 他还是以 以这个 自己为主导 他还是一个医生 公立医院 更多的是那些 治那种 那个 吐唇啊 或者是说 这种有 相对来说 这个需求 刚性一点的 就是 有 有生理缺陷的 然后他 去整一整 然后公立医院 方面 或者说 烧伤了 疤痕 这种 偏向公立医院 我们尽量选择公立医院 如果是 我就想变美 我就是 一个 这个 钱也比较多 也想 这个享受 一个比较好的服务 那么我建议大家去 这个私立的 比较 就是你当地 比较大型的 这种私立的 医疗美容机构 就可以 然后那个 最不建议的 就是这种渠道机构 这个渠道机构 我先说一下 它是咋运作的 就是说 它 就是我们 以一个客人的方式 如果是 不经人介绍 我们直接去 因为我刚一开始干的时候 我们开始跑市场 这个渠道机构 是不接待咱们的 就是 我要做现实 我今天 我要送钱来 他可能他都不收 就是 他只接受那种 客户 带客户来的 或者是说 他 他 这个下游的一些 美容院 理发馆 美甲电 他这些 这个 下属的 一些合作的 这个伙伴 合作的渠道 带过来的一些人 他只接受 这样的 他为什么这样 我们讲暴力 其实最暴力的 是这个渠道机构 业内有一个 有一个规则 就是 可能我讲完了 这个 我们有一些 做这个项目的 一些听友的媳妇 或者弟妹 咱们就尽量以后不要选择那种机构了 就是说 他可能给你的服务的感觉特别好 但是他用的东西都不一定是好的 或者说他和外边用的一样的东西 他会比外边贵很多 或者是说咱们去做 他根本就不告诉你 他给你用的是啥 为啥呢 是因为 就是一般的这种机构 就是会给渠道商 分50%到80% 就是你去做这个项目 你花一万块钱 然后这个 你记得给 给你带客人的那个煤甲店哪 或者是理发馆哪 就直接给人家5000 给人家8000 所以你就想 他就剩下两三千了 你花一万块钱 在他那买的是 两三千 四五千的项目 他 这就是咱们用常理去思考 他不可能 不可能给你用很好的东西 或者说 东西一样 技术一样 他会比外边贵很多 所以说 这个渠道机构 我们是最不推荐的 就是我做个总结 就是美容啊 咱用汽车语言来说 就是跟汽车改装差不多 那个上四爱店 上四爱店能不能改呢 也能改 四爱店主业是修车 就跟上公立医院看病似的 他们给你 他们要给你改什么 比较高难的 刷电脑 写程序 脚压避震 调个这那的 四轮定位 拉线 他整不了 你像这种改装的话 你得上专业改装店 专业改装店 就相当于你说这种 渠道类的医院 差不多这样吧 对对对 我这么一说 大伙就能听明白了 反正我是听明白了 我不知道我这表达 对不对 您刚才说的有一点偏差 就是说去私立的医院 还不是说那种渠道的 私立的分为两种 一个是渠道医院 一个是直客医院 这个和我们去改装店 改装店大部分都是 你直接去了 然后他给你做 然后他也不会说 这个经人介绍 给你便宜 给你贵 全都没有差别 但是这一行 这一行是你老代新的 或者是说 你人在人过去的 会有一些差距 会有一些差别 就是经常我们会碰到一些 医院有老代新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他带他的好姐妹 就是说你被你的好姐妹 带去医院做项目 他肯定会吃你回扣的 要不医院给他一些别的好处 这闺蜜肯定这互相坑 这玩意我太了解了 对不对 对 那咱们下面聊了具体项目吧 聊具体项目有意思 就是咱聊点比较常见的 再聊点嘎咕一点的 不常见的 不常见 我知道前山你给我发 那个私密部位选美大赛 那个咱最后聊 那才有意思的 你们绝对想不到 咱们先聊点常规的 比方说这个 常做的项目 就你这边比较熟悉一些的 因为这么多项目 我估计你也不会都面面俱到 就你比较擅长的 比较精通一些的 给咱们聊一聊 就大伙愿意 钱花的不是很多 改善比较明显的 其实要说钱花的不多 改善明显 改善最明显的是手术类 就是说我们做个 就是手术类 我推荐做一些风险比较小的 就是拿个双眼皮 这些是比较推荐的 就是说一旦是 你要是需要涉及到全麻的 就是说龙鼻 龙胸 或者是这种全身抽脂的手术 是不太建议的 因为就算是在正规的医院 你去正规的 我们所做的私立的医院 你去做这个东西 这个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因为我们都说全麻 它会给你注射 麻药这个剂量是 需要的剂量是比较精准的 然后这个注射的过程 整个你做手术的过程 对你的生命体上的监控 是需要比较严格的 这个就需要比较严格的 一个操作的流程 如果是一些 如果是非得要做的话 就是我读 我就觉得我的胸特别小 然后我就想去这个搞大了 那你要去做 就是选择 尽量选择你当地最大的 或者说我们在美团 大众点评 搜一些口碑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这边 就是邯丹的某一家医院 就是我们和为什么 邯丹的某一家医院 就是就在上个月 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小姑娘 就是她做这个抽脂 还不是中胸 就是做这个抽脂 抽脂也需要全麻 结果就麻醉的时间过长 就是她用的药就过多了 然后这个首先是成植物人了 然后就是直接做完手术 从手术台上下来 就没醒过来 然后在医院 ICU躺了一个多月 最后人就死了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有风险的 就是说手术类的 我只推荐一个做眼部整形 就是拿个双眼皮 或者说开个眼角 这种小的是可以的 如果是你这个 我聊点感兴趣吧 就是说 车哥您知道 就是说你在没接触 这个医院行业之前 或者说你头次听说龙兄 你知道这个甲体 是从哪放进去的吗 应该是从那个球的 下面放进去吧 还是说那个夜窝那个位置 是从夜窝 最早最早 就是从那个 从我们那个乳房的部位下边 它不是也有个沟吗 然后从那 从那个重叠的那个 那个那放进去 但是后边 随着技术的发展 那基本上都会留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疤 然后你让别人一看 或者说让 让这个老公啊 让这个傻客户啊 一看 这个就能看出来 这种是很不好的 后边就是说 都会弄到这个夜窝里 但是有一点呢 你这龙兄 你看虽然看不出来 但是说这手感 也不能摸出来吗 好的是摸不出来 或者说 除非你是天天摸 这个你摸的人也特别多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摸出来 如果你现在就是 这个你不刻意的去 因为我们做过 这个我们的一个同行嘛 就是它是专业卖那个 那个甲体的 就是给这个东西加热到人的体温 然后跟的体温差不多 然后也 他们就是新入行的同事嘛 就是他们公司新入行的员工 会让他们去摸 一个是他们的产品 一个是这个 真实的 然后基本上是摸不出来 80%的人会摸不出来 它这个有没有啥 有没有啥年限的 就是时间长以后 这能不能这个过期的 或者说影响啥 漏了啥的 这玩意有没有这个风险 有漏的风险 但是我们我们想这个东西 全部撒谎 这个好的贵的 基本上是不漏 我们这个看外国的文献 或者我们同行 这个发的最早的现在是 因为这个技术很成熟了 已经70年代做的到现在 可能三四十年吧 是最长时间的 就取出来之后 其实它这个东西 它是啥子 就是液体硅胶 就相当于 其实那个性质 我打比喻呢 就跟他们车上的轮胎差不多 你刚 你是一个新的 然后摸上来比较软 手感也比较好 也比较好 弹性也比较强 时间长了 它就变硬了 所以说时间长了 会有一些改变 它这个龙胸的话 适合多大岁数龙啊 基本上成年了以后就可以 而且这个东西 如果是你找正规的医院 用正规的产品 没有发生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都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是不影响 这个就是你分泌乳汁的 不影响胃奶的 它是垫在乳腺的后边是吧 不影响乳腺 对 它是你的乳腺和你的乳腺后边 和在那个肌肉前边 它正好有那么一层膜 它是在那个膜后边 它不影响我们秘乳 不影响女性的这个胃奶 但是有一点呢 有的那个它胸小 它胸小的话 它一旦它里边一膨胀 它这玩意能包住了吗 按理说的有一定负一量 往里边垫那么大东西 往里边再有这个奶水 它都没这么存了 这玩意 所以我就关心一点 是不是和这玩意 是不是得生完海了以后 再在龙上好一点 最好是生完生完了再龙 因为这个东西看需求 因为有的从事一些这个这个特殊行业的 然后它它它有这个需求 它它就不管它生为生孩子 特殊行业这玩意消耗品 成天摸这玩意摸坏了我跟你说 前几天我们那个看了一个小视频 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它严格上来说 还是这个就是比较厚的 质量比较好的 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巴西的是哪的 一个政府官员 然后被这个黑帮被这个啥刺杀 然后打了在胸里下 那个子弹就停留在这个夹体里边了 所以它这个做这个龙兄救了他一命 聊点常见的吧 就是做的比较多的 龙兄这个这个处义比较少 比较少我觉得 因为这个东西也有点风险 钱也不少吧 这玩龙兄一把多少钱呢 稍微好一点的 稍微好一点的都得十几二十万吧 对啊 十几二十万有的人家拿不出来 咱说点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就是说这个挺走量那种 你们这边卖挺多的 一般是啥玩意儿 走量的就是注射 注射就是我们叫微整 或者是说无创 就是玻尿酸啊 还有说这种自体脂肪的 这个填充美白针 这种是比较多的 我本人也是从事这个相关产品的 那讲讲这块吧 这玻尿酸啥原理 这个玻尿酸就是说我们人身体正常的组织里 就是我们的细胞里 就是包括我们的组织里都有玻尿酸 玻尿酸是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还有一个名叫透明脂酸 就是我 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人们年龄的增长嘛 就是会衰老 而且衰老它不是说光你的这个皮肤 光你的皮肤产生一些斑痕啊 或者是说皱纹啊 是全层的衰老 从你的皮肤 你的肌肉 还有你的骨骼 然后都是有这种这个衰老的 就是咱们先说这个这个骨骼 骨骼就是说 你看有的人年轻的时候 或者这个老的时候 它的颧骨可能会变高 它的下巴可能会变得比较尖 这就是骨容量的一个缺失 然后再往外走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先说面部吧 就是有这种脂肪和肌肉 都是有韧带拉着的 就是说时间长了 这个韧带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张力了 就是没有那么大劲了 组织会下垂 下垂之后 我们就可以 一个是下垂 一个是说我们这个浅层的这个脂肪组织 还有皮肤表面会有一些这个胶原啊 或者是玻尿酸啊 这种水分的流失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玻尿酸 把它把这个流失的这部分再填起来 然后这是这是它的一个原理 还有就是再硬一些的玻尿酸 我们可以去垫下巴 下巴不够尖 打两只膨胸酸 可能我们再去用手一声 这个东西是可以促行的 就跟橡皮泥一样 打进去之后用手捏一捏 然后看着就好看点 还有就是打鼻子 就是我们鼻梁这个位置 按照正常人来说 这个鼻梁这个位置都是塌陷的 都是有一个窝的 但是这个我们东方人吧 其实长得没有西方人那么立体 所以他们追求这种美感 就是把这个鼻梁上方的这个位置给打起来 也可以用这个玻尿酸 或者是说这种填充的材料 就不用这个做全码手术把你割开 然后在里边放一个放一个假体了 这个这种是注射的比较多的 这个打一把能挺多长时间的 一般的话就是一年左右 然后好一点的 能维持到两年到三年 然后最近又出来比较火的 叫这种半永久的这个材料 就是这种再生的产品 他打运之后能持续刺激我们的这个组织 然后产生这个这个交援呢 或者是蜘蛛酸呢 产生这种组织的增生 基本上就是一年到两年吧 这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时间 那这玩意怕碰吧 我那回看一个什么节目啊 一个短视频 韩国的一个不是主持人吧 他这一笑一无脸鼻子歪了 他打的是就这玩意吧 他鼻子要是歪 他鼻子要是歪 那是用的甲体 那还不是注射的玻尿酸 因为注射的玻尿酸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它不是特别非常大的一坨 鼻子倒是还好一些 有的一些比较 我们说价位比较低 中低端的 我们叫有一个名词叫组织融合性 就是他用白话说 就是他能不能和你自己的肉长到一起 你便宜的就不太容易能长到一起 贵的就比较能容易长到一起 就不容易移位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咱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钱不三好 因为贵的 这个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所以说当然 这个我是比较推荐的 就是说 但是打的一定不要太多 不要过量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见过太多的客户 打这个玩意都都上瘾 其实这个医生也告诉他可以了 我们这个第三者看他也可以 他就觉得哪不好 他就还想打 越打越多越打越多 到时间长了 然后你这面目就看着就比较僵硬了 对 一笑的话就跟那么个僵尸似的 对 我们给这种人 他叫颜值焦虑 你像我们经常看的一些明星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几个是什么 不老女神 具体我就不说名字了 就是咱们经常讲的那几个香港的 或者说内地的 这些我们叫女神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都打 对 就是说按照正常的这个衰老的 根据他的年龄 是不可能有那个 就是我们看一些明星 不可能有那种 他保养的再好 也不可能有那种成功 可能是做了医美的项目 他只是没有动刀 是动的是针 对 有的那个百度一搜 那年龄多少都六几年的 那晚上整的就跟那个妖精似的 老多了 那港台那些人 对对对 是吧 是 他这个 听有写问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就问 我比较好奇 他这玩意 但是整一把得多少钱呢 没说价格 整一把就是中低端的是 就是 它的这个都分一支 一支是多少 一支就是 一毫升 有的少的0.8 多的1.5 就是一毫升是一支 基本上我们要打一个下巴 得用两支或者三支 打这个苹果机这个位置 基本上一边得用个两支到三支 就是你全脸可能你做的不是那么夸张的话 十来支 你要便宜的最便宜的这个国产的就100多一支 那个打完了肯定是就不能要的不能混小孩的 起码我们得用一个就是我推荐 用一个进口的品牌比较大的一个产品 就是 网速稍微稍微不太好 最低最低 你得一件好一件网上 然后终端的就是三千 你刚才没听着那句话 就是低端多少钱进口 没听着 刚才网络好 喂 低端的就是 喂 能听见不 能听见不 能 就是我说的低端的 大家能打的 起码得差不多一千块钱往上 一支的 一支 这样算下来可能就是花个五对万百块钱 这个是最最入门最入门的 然后再往上一点 终端的就是得三千块钱往上 一直三千到五千 然后五千往上的五千到一万这种 这种叫五千到八千吧 就叫中高端 你这个一把整完就得四五万了 然后一万块钱往一支往上的 这种价位的就是算属于高端 这个整完 根据顾客的需求 有大几万 或者是十几二十万 这个你看自己的脸型需要多少 大概就是这样 哎呀那他能花这些钱整这个玩意 他肯定有关于每方面的要求 比方说你都已经结婚了 孩子生好几个了 他一般也不能打这玩意 他肯定是参加点活动 选美 对吧 或者名媛 这个帮大哥那种的 我估计有点这个需求 真正过家 这个过日子那个女的 他没有这需求 其实我们看一些客户 就是拿我们的 我们的产品是最高端的 就是基本上我的客户 都是一些都得四十里往上的 而且你看他穿的吧 都特别普通 这个本身开的车呀 这个拿的包啊 都是比较高档的 但是你看他穿的是比较低调的 这种人本身他长得也不好看 就是我们讲用我们这种业内的人 或者说用医生的角度去看 这些人多少家里 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上 大部分是感情是有点问题的 要不就是老公在外边瞎搞 然后他自己想让自己 这个吸引力更多一些 其实真正没有结婚的那种 去整这个东西 倒并不是很多 你说我明白了 就类似我那车都跑八年了 都咳好几万公里了 然后又贴个车衣 大概这个类 这个样了 是不是 但是你贴完车衣 你不还是那个车吗 车不变呢 但是他 你看咱们贴完车衣 其实心里是一样 咱们贴完车衣 你可能跟你熟的人知道你没换车 但是你跟你陌生的人 或者是说你自己从外边一看你的车 或者到咱们顾客脸上 其实就是他一照镜子 他感觉自己不一样 他这个自信会往上提一点 关键这玩意儿车不是看的 车是开的 你这一开不就露相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还会有这个私密整形 对咱们下面聊了私密整形 这玩意儿挺信心 啊